日人蓄积牛乳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愚蠢的人 想收集一些牛奶 准备宴请朋友设宴食用 于是他想 我现在如果把每天吸出的牛奶储存起来 牛奶会逐渐多起来 以至无处储存 还会发酵酸坏掉 不如就放在牛肚子里装着 等到举行宴会的时候 再一起把奶挤出来 他有了这样念头 举住住母牛和小牛 分别各栓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月以后 他才举行宴会 迎接安顿好来的客人 牵过牛奶 打算挤奶 可是当场丑态百出 这头牛的奶已经干瘪的 挤不出来奶水来了 这些被宴请的客人 有的瞪着眼 有的笑话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蠢人都是这样 要羞不失 总是说等挣到大笔钱的时候 然后再一起不失 可是还没有等到成为妇人时 有的被官吏勒索掉 有的被水火 盗贼侵夺而损失掉 或一下子性命终结 来不及做不失 这正像故事上那蠢人的想法一样 您的风险 但是 我还是要唯一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